宿女白天很多事 宿女晚上有親事 幫你搞定 宿女家務事 澳客找茶無上限 店員到服招誰惹誰 因為我的身分 我可以跟這些人接觸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服務生叫過來 然後就把他們當 兵馬俑這樣要圍起來 道有虛 誇張了吧 我要一杯溫的拿鐵 加五顆冰塊 拿到手上最後喝一口 太冰了 請她重做 重做 對 再給她 她又說 太燙了啦 復電已經 那個整個火上來 制服脫掉 我全部加給妳 夠不夠溫 全部人拍手 告訴妳 今天這一集 我們要好好的來跟大家聊聊 服務業的心酸 那妳為什麼那麼開心 因為我本身現在也算是 服務業的一份子 對 所以今天就是 妳可以叫江欣秉筋 站在一個服務業的立場 來看待這些事情 沒錯 大家都是出來 就是某口飯吃 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到底為什麼從事服務業的人 要承受那麼大的壓力 對啊 客人忍我千百遍 我帶客人如初戀 我告訴你 其實服務本身的初衷 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我也常常跟我們的管家 都這樣說 我們不能對客人說不 我們希望客人可以留下 美好的回憶 但有的時候客人真的讓我們留下 一些滿恐怖的回憶 對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心疼 我們的管家們對不對 撒基努服務從事的是哪一個部分 我餐廳 餐廳 餐廳辛苦啊 餐廳很辛苦 尤其是外廠 那你遇到的客人曾經是 其實她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對 然後她 你今天決定在淑女家務室 把它公開是不是 對 我家人就是你 不是 因為她是一個 Troublemaker 她是一個麻煩製造機 Troublemaker 然後她的要求也特別特別多 而且是那種 極其離奇的那種事情 她都可以做 要求 對 然後就我們有一次就是 對 好啦 那我們就約 今天要吃什麼 大家都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吃熱炒好了 那我們就進去了 然後進去 我那個朋友他就說 這怎麼跟我想像中的熱炒店 有一點落差 然後我想說 熱炒店 大家腦海中出現的畫面 應該差不了多少吧 大排檔這樣 對啊 那我點完菜之後就過來 然後他就不講話說 這也太誇張了 怎麼可以 我 我的身分怎麼可以跟 這些人接觸之類的 什麼意思 所以她是 對 大明星嗎 對 她也名人 所以她一站出來 就是會有很多粉絲包圍 然後藥界民 會困擾就對了 對 那如果是這樣好像 真的要遮一下 對 就是 那個區塊 他說至少有區 太誇張了吧 你說服務員大家排排站 然後把它餵起來這樣子嗎 跟兵馬友一樣就是那種 就是盡量可以擋就擋 然後 有需要到這程度 他說要不然你把老闆叫過來 然後老闆就說 我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去幫你們做隔間的 對啊 而且這樣外場服務生 是沒有別的客人要服務了 對啊 就全部站在那邊 都不能做事啦 那個老闆說 要不然我招待一些菜給你們 然後你看這樣可不可以 然後可是他就堅持說 你想辦法 然後他就說 你那個進門不是有那個玄關 不是有那個屏風嗎 他說你把那個屏風拉過來 他就活生生地就把它拉過來 然後就硬隔了一個隔間 然後還跟服務生講說 你們等一下端菜的時候 那個屏風不能打太開 要不然我會 別人看到 對 會被別人看到 然後就整個吃菜是 偷偷摸摸的 我吃熱炒定要偷偷摸摸吃菜 對啊 不過吃個熱炒 幹嘛呢 我怎麼會炸掉 你再趕快吃一吃 後面的菜我們也都不加點 然後那個服務生 沒有加點 對 那個服務生就進來 這個是最後一道菜 你們的菜都已經上來了 好 那我們知道後面 他說你們那個老闆 叫過來喝一兩杯 然後老闆就進來說 你那個招待不是說要招待嗎 我說你還有臉 敢跟人家要招待這件事情 人家都已經幫你圍起來了 兵馬勇也都給你的 這個群死皇的招待 都已經都弄給你了 你後面還要就這樣 我說老闆那個後面 其實我們吃不太下 那就這樣就好了 不要了 對 好 那我們就趕快就 一群人就趕快就是 把他... 對... 就是趕快把王爺給請走就對了 然後那個王爺回頭 老闆這餐廳不錯 我下次還會再來 那老闆說 不要再來... 你不要再來 老闆都嚇死了 我如果是那個老闆 我大概會把你的大頭照 貼在那個人 使人不足再進來 有屏風了嘛 不過雅倫也是做服務 我們之前有跟朋友一起 就是在比較小時候 我們就有做那個 美容媒體的中心 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以前的前輩 有跟我們講是說 就是預約 因為我們有那種 就是你做完身體 必須說消水腫 減脂之類 它會有躺那種熱倉 所以我們的時間 都要卡得比較緊一點 因為你知道客人來之後 才會坐一下喝個水 吃一小點心 然後再上個廁所 對 然後再開始換衣服 所以我們就是時間 又會比較控制好 然後我們都會說 我們預約保留八分鐘 然後他就說為什麼要八分鐘 因為我們說 我前輩跟我們聊過 就是其實這個八分鐘 就是嚇嚇客人啦 因為你講十分鐘的話 他肯定會忘後 對 你講八的時候 他會比較控制在十以內 他說這是一個人性 但是這個客人 他就是遲到十五到二十分鐘 然後他就說 他自己跟我們說 因為他剛接小孩什麼 那我們知道身為媽媽 他就只要拿到小孩 出來講的時候 你就會說好 那可是他又會很習慣性的 就是在躺那個熱倉的時候 像我們說 躺二十分鐘其實是最完美 就是你做完體雕之後 二十分鐘的這個排汗 清晨才協... 可是通常客人 有一些也是會想要多躺一點點 他覺得這樣流比較多汗 比較有瘦 但他通常都要 躺到快四十分鐘 多一倍 就是說這位小姐 你這樣的話其實對 那個皮膚會呈現 如果你熱太多 會那個水分會流失什麼 就跟大家講 而且他就是買一送一就對了 一堂課的時間 把它做成兩堂課 之類的 然後他可能就會抓到快四十 然後我們就說真的不行 因為後面就整個 因為每次他來就會大塞車 對 然後還有一次他就是 因為接了小孩來 然後那時候是一個女兒 看起來滿可愛的 然後也很乖巧 他就說 我今天只要躺艙 我不用做體雕 那我會快速 可是你們幫我看一下小孩 然後我們就說 小孩 好呀 那女兒的話 我們大家就盡量的安撫 然後女生也真的滿乖的 後來他就是完蛋了 開了這個仙麗 他現在就兒子一起帶來囉 兒子的女兒 那妳要跟他收安親班的錢 對 因為他就覺得 好可惜耶 因為客人們就是他們會 因為已經可以 所以他會繼續 然後兒子的恐怖是 因為兒子的玩具都有聲音 然後坐下沒有聲音的車子 他也會 把他弄出聲音 你們這樣會造成 其他客人的客訴吧 有 然後他那時候 還跟他別的朋友說 在這邊坐Spa超好 還可以帶孩子來 不用怕 他還宣揚永樂不忘了 這得寸還進去 宣揚之外他有一次他就是 這已經撐桿跳了吧 對 然後他有一次 也是帶來孩子 當然他很客氣 下次可以幫我捕一下狗嗎 後來我們就寫了一個告示 就是說為了維護客人 什麼相關的權益 我們會婉拒十二歲以下的 所以像遇到小孩這個事情 也是啊 尤其是 如果是像我朋友的民宿裡面 有游泳池 所以呢 那就會說 都會寫一個告示嘛 說希望家長陪同 然後陪同安全的那些告示 因為不會有救生 對 然後呢 可是當天的客人呢 就是他的小孩很小 在一百公分上下 那這大人是不是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啦 然後呢 結果後來 他就想要下水玩 但是我們的那個 朋友的服務人員 就跟他講說 如果小朋友要玩水的話 一樣有大人陪同這樣 他說可是我現在不想下去啊 然後我們說你不用下去 只要有大人在旁邊看著就好 我也不想在旁邊看 那個 賣掉了 這孩子賣掉了 我們嘛 趁金趁兩 把孩子賣了 二手架 賣掉 對不對 而且那邊的病裡面很好 人家主務人員就告知他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現在在這邊工作 我可以幫你看 可是呢 我等一下會離開 因為有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沒有辦法 一直在這邊看著孩子 他就說 那你們就是詐騙囉 有這個設備 但是我現在卻不能玩 然後我們就說 沒有啊 你們可以玩 只是要有大人看 我現在就是不想在這邊看 你現在給我給我交代 要是假的 不是 要準備多一點 不是 還有另外一個很誇張的嗎 因為他小孩就是一百公分 對 然後他泳池是一百二十公分 他一直說 把你們的水放掉 對 那泳池很大 泳池的水放掉 他說把水放到我小孩 可以玩的高度 然後 太誇張了 對 那個叫他直接喝掉啦 那三十公分 那個叫他喝 你給我喝氣耶 你說服務業是不是太為難了 所以趕快來找律師 對 林律師 我想問 像這一些客人 他會覺得他好像要求很合理 可是其實是超過我們原本 可以提供的服務範圍 那如果說我們不照做 我們拒絕 他還要客訴我們 還要在這邊抱怨 那我們 還想要告媒體 對 怎麼辦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 有什麼距離立正的方法 其實我覺得說 我們法律上站的主角 跟就是我們考慮我們的商慾 而願意給的那個方案 這兩個是站在不同的基礎上 去衡量 是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狀況 會讓人家誤會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比較特殊的例子 就是說有一個男生 他可能那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因為沒有女朋友嘛 就覺得情欲難耐 想說到路上去看那個 那個就是因為你知道我們有這種 沒有女朋友可以自己在家裡 看電腦啊 對啊 他手機很方便啊 是啊 他現在也有一些 是叫Annie嗎 Annie啊 Annie是在教那個救生的 救生 不要弄他好不好 搞錯了 他想要出門尋找就是說 紓壓 就是我們俗稱 網路上俗稱叫排毒 對 排毒的管 有一些還上面寫一個 唇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走進去 然後就跟老闆娘講說 這個我要按摩 那個老闆娘就跟他講說 可以啊 我們這邊就是 一個小時兩千 對 其實一個小時兩千 算是滿貴的 對 然後老闆娘就跟他講說 我們今天妹妹都很會按 保證你就是很特別 會按到很舒服這樣子 然後那個客人心裡 就覺得很期待嘛 所以他就兩個小時 他就四千就給了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 按摩都會先按背 按背之後就是任何 這我不知道 這是我們社會 不是社會 不是親身經驗的老朋友 就是按摩之後 他會再叫你翻過身來這樣子 結果兩個小時 他就按摩室就很正常的按完 然後那個男生就這樣 真的很好啊 很好啊 就很放鬆啊 沒有特別服務 就說他不會啦 他沒有排毒 所以他那裡沒排到毒啊 對 他沒排到毒 然後他就覺得 我花四千塊 為什麼 怎麼沒有排毒 他就說妹妹 你是不是少做什麼東西 妹妹說沒有啊 就按完啦 結束啦 時間到了 對啊 有哪裡需要加強嗎 他說 可是他也講不出來 就說那個啊 就是 不好意思說 然後妹妹說你到底在講什麼 他就說你們 然後他就開始跟妹妹 就是有點發生衝突 然後他那個途中 因為他那個之前有 就是有點上新聞 是因為他還去有點 想要強迫啦 所以說你這樣子 我都付錢給你了 你這麼樣還不弄 就其實後來就是 後來追警察也有到 也有了解這樣子 但是還好他沒有真的 去做什麼很強迫的事 可是像這種 因為一開始就沒有明講到 那麼清楚的話 其實店家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而且人家招牌寫得很清楚 純嘛 而且他其實又黑色的字寫 所以是純黑 所以好誤會 純黑 你要不然就純白 要不然就純黑 就有時候會有這種誤解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想要為客人提供一些 比較專屬的 尊貴的或者是客製化的服務 但可能會被一些 有心人拿來就是欺負服務業嗎 就是像我個人 就是如果我很常去一間超商 他們都知道我的冰拿鐵 就是要加三分堂 他也不是為我客製 可是他就是跟我變熟客了 所以他就會發現底線 三分堂 冰拿鐵 三分堂 人家賣的不是只有咖啡 還有人情味 對 沒錯 但有些人就會践踏 人家對他的這一種 這種所謂不該有的客製 那其中就有一個 就是被所有店員都認為 是一個超級到奧客 熱拿鐵鹹不夠熱 冰拿鐵鹹不夠冰 然後或者是說我要加半糖 那你就幫他加了半糖說 怎麼這麼不甜 那再幫他加多一點甜 好甜喔 所以你不覺得這種客人 真的很難搞 好難搞 真的丫頭超有感的 對啊 那所以有一天就是 其中他們有一個 算是副店長 是對這個客人非常的感冒 因為他就是很衰 每次都是他來的 就是他負責的時段 就剛好那個時段 就是他的班 然後因為其他店員都不想要 不想要那個 你知道就是好像 這個人要來的時候 就會有通報有沒有 可怕的奧客來了 住店的巨女巨 那他也只能倒吸一口氣 來應付他嘛 反正大不了就是 被他這樣搞而已 對 那那天因為有很多客人 他後面有很多 就是他來之後 就很多客人要等著要點 那他就跟 他今天提出的要求就很怪 他說 他要一杯 溫的 那你們不會做 來 我教你 加五顆冰塊 熱拿鐵加五顆冰塊 就變溫拿鐵 對 這樣會變蛋啊 可是如果是客人 自己的要求的話 他要求他嘛 就是我現在就要喝嘛 對不對 好 那就加了 五顆冰塊給他 拿到手上之後喝一口 太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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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我上次加五顆就OK 今天可能要四顆就好了 請他重做 對 那做了四顆再給他 他又說 太燙了啦 那你要我加四顆辦嗎 所以這個復電已經 那個整個火上來 真的 他覺得我已經受夠你這個客人 一杯咖啡多少錢 我已經倒了幾杯 然後還要花多少時間服務 你後面客人都在等耶 所以後面客人都在等 大家都想說你們好啊 沒有聽過有溫拿鐵的啦 已經有人在講閒話了 這個人他也 無所謂 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要 你家四顆半的冰塊 四顆半 要幫他去找冰塊 然後他說呢 我也不會佔你便宜 我現在點了三杯 我就付三杯的錢 我就看你可不可以做出 我要的溫拿鐵 可是 這不是錢的問題耶 對 你知道這復電怎麼樣嗎 你賣了 鬆掉了啦 我只要把制服脫掉 你要溫拿鐵 集合B派 我全部加給你 對 送不夠溫 全部人拍手 真的 然後這個奧客就 夾著尾巴丟了錢 落荒而當 因為你不能把服務生當成 人家問你做的事情 都理所當 沒錯 要不然你把人逼急了 對 狗逼急的都會跳牆嘛 對啊 人逼急的咖啡 往你臉上潑都不一定 真的 對 那像我自己本身 我很喜歡吃牛排 那牛排大家去吃 大家有不喜歡 就是有喜歡的口感 例如說有人就是要三分熟 對啊 然後有的是可能要全熟 有的比較怕生 對 那遇到一個客戶是這樣 他跑去牛排店 然後就點一塊菲力 然後菲力就是比較嫩 然後油脂比較少 然後跟店家講說 很奇怪的要求 他要吃全熟 全熟 然後菲力全熟的話 那店家也是 既然他有這樣子要求 那我們就提供給他 然後就來給他一個 全熟的菲力這樣 結果他也吃 大概吃一半之後 然後就叫那個服務員過來說 你們這個菲力 我剛剛說要煮全熟 那你們怎麼都還會有血水 他說不行 我覺得你要換一塊新的給我 你要重新再回去再煮 我就是要吃全熟 然後到客戶跟這個服務員 僵持不下 對 客戶又使出大絕招 叫你們那個廚師出來啦 廚師聽到就很火大 你要吃全熟 浪費我一塊上枕菲力 我已經很不爽了 對啊 結果出來之後 你還在跟我吵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廚師呢 他也是耐著性子說 這個全熟本來就是會有粉紅色 對 然後客戶就是很刁 他說你騙我色盲喔 就是紅色在那裡流那個水 那個就是血水 有什麼好全熟的 你是不懂得怎麼煮牛排嗎 他就說還嗆廚師 那個廚師就是 專門在煮牛排的 他整個狗狗啊 紅色客人很大 而且好多嘛 你要吃全熟 你要不要去吃牛肉乾 真的 真的是 所以說那後來廚師就跟他講說 那個粉紅色的切面 這也是跟大家一個小嘗試 就是說 會流那個血水呢 那個不是生的 那個叫 換成很通俗的話講 這叫肉汁啊 所以廚師就抓狗啊 所以你說得對啊 不要看到肉汁就吃牛肉乾啦 對啊 你不吃真的就吃牛肉乾算了 所以說到最後就僵持不下 然後吵得很兇 到最後叫這個員警來 然後叫了員警來之後呢 他就說這個根本就詐欺啦 然後怎麼樣 就講一堆五四三的 然後就嗆一下 他說 我已經準備好律師了啦 然後我會回去在那個什麼 社群網站啦 你們粉絲團啦 Google啦 我就弄你們 給你們一顆星 怎樣啦 他就就講 現在服務業最大的瑕疵 就是一顆星 威脅 媽媽給個好評 最愛威脅 然後結果 結果呢 這個客戶真的回去 就付諸行動 因為他是敷唱敷水 他們老公在那裡吵 他們夢都在旁邊 他一直搜證 就PO上去 然後上傳到YouTube 上去讓大家拚拚禮 結果想不到 對 對啊 你們都不懂 那邊吃牛排 然後那個明明就是雞紅蛋白 所以說原本他要去找律師 要去弄這一個店家 變討罵了 反而這個所有的網友 就是露搜他出來 然後而且是支持這個店家 然後就是說支持這個 這個霸氣的主廚 然後才沒有這個 所謂的消費的一個糾紛出來 還有一種是線上服務 客服其實也很辛苦 我覺得講電話 其實真的滿辛苦 可以感覺到他們 其實滿有壓力的 沒錯 負面情緒 簡直要爆棚了對不對 對 而且因為你是講電話 你又不知道 對方長得誓原誓扁 其實壓力更大 我講一個銀行業 滿經典的故事跟案例 那有一個就是 專門在負責第一線 接電話的一個客服人員 他叫小美 那因為他的這個聲音 非常非常的甜美 態度又很好 所以他一直在 公司裡頭的考基 是名列前 那有一天他就接到了一通電話 大家聽我以下的內容 就知道他是一個 超級無敵的奧客 這個對方是一位男生 對方就說 那個服務員 我超不喜歡用你們家的信用卡 雖然我已經用了很多年 可是我現在決定要剪卡 那這個小美就問他說 發生什麼事 他這個先生就說 因為你們的現金回饋 雖然還不錯 可是就只限定那幾家通路 我沒感覺啦 我要剪卡啦 你給我想想辦法啦 那因為小美就態度很好 小美就說 抱歉 抱歉 再給你一點機會 結果客戶就說 那這樣好了啦 我上個月那個信用卡卡費 忘記持繳了啦 有三百塊違約金啦 你幫我取消啊 所以搞個半天 他其實只是用這個當作 小玩弄這個 對 那因為小美 對 因為小美是業績很好的 那個 對 對 所以她第一時間 她說好沒問題 我已經盡力幫你爭取 那大概只能等三十秒而已 那她就跟對方說 先生 我已經幫你爭取到 那這次希望您繼續用我的 用我們家的信用卡 結果呢 那當然就說 當下這位先生就覺得超棒的啊 有這麼好的服務員員 幫我服務處理 真的很好 那剛好呢 過幾天 這位先生呢 他又收到了銀行寄來的DM 那什麼DM呢 就是希望你趕快多貸款啦 小額信貸啦 那這樣子好了 我來跟小美貸 因為小美服務特別好嘛 那我把歷歷上 那她還要記得小美的分期耶 對 她就說呢 因為其實銀行呢 都會針對所有的通話記錄 都會留下來 是 所以她就打電話進去說 前幾天有一個那個服務生 幫我接電話啦 我很喜歡他 我有一件事情要當面跟他謝謝 就當然就是 其他的同事就轉過去了 主要就跟小美說 這個小姐 我前幾天 我跟妳通上電話 剛好我收到妳們家寄來的DM 小額信貸利率3.5% 我好心動喔 可是我猜妳現在也很缺業績 這樣好了啦 那就妳幫我去談一下利率 跟妳們主管爭取一下 3.5%變成3%好不好 那小美當然覺得說 這其實超超越了她的 對 這超越了她的一個 權力範圍跟責任之內了 所以她就說 先生那不好意思 我要跟我們主管回報一下 那我可能就是稍後 我再回覆您喔 後來又去跟主管討論啦 主管覺得其實這個客戶 長期以來都是他們家 往來的客戶所以 好啦 這次就 真的非常阿薩利 從3.5% 就殺到3% 真的 對 厲害 當然這個先生 當然這個先生就覺得說 小美妳真的對我超好的 妳聲音又好聽 所以從此這個奧克 就愛上了小美 好可怕喔 她是真的愛上 還是愛她的服務 我覺得她其實是 有一點性幻想啦 然後她就常常打電話 給小美 言語上的騷擾 對 小美那妳結婚了沒啊 如果還沒有的話 我也可以幫妳介紹 男朋友住屋此類的 好 一直到有一天 她特別打聽出來 小美那一天是值晚班 所以她就晚上呢 她就晚上打電話進去 然後呢 結果又是小美接著電話 那她就打電話進來 她就說 小美 我真的好喜歡妳喔 我昨天居然看到妳下半身 沒有穿內褲出現在我面前耶 她真的是 她擠在幻想 她不知道這個電話 都會錄音的嗎 當然 換一下 我覺得她就是走心了 她對小美有太多的信心 真的 可是我覺得小美很厲害 小美很厲害的地方 是她不愧為是公司 前幾名的這個客服人員 她也沒有那個嘻笑 也沒有發脾氣 她就冷冷地停頓了十秒 之後不知道從哪裡來的想法 她就回覆這位先生說 先生 沒有錯 妳確實是看到我的下半身 因為我根本沒有上半身 我沒有頭 沒有手 所以妳只能看到我的下半身 我根本就是個冤魂 然後這麼會這樣 把他嚇一跳 把他嚇一跳 然後客戶聽到之後 就立刻罵三字經 就把電話掛斷 然後這個案例就被銀行列為 非常經典的SOP 面對神經貼銷 色狼之類的 那還好銀行是站他這邊的 因為其實客服他們錄音 會影響到他們的考機 對 對啊 對 航空業也是一樣 真的很需要靈機應變耶 但有時候我就覺得 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客人 然後我們就有時候去消費的時候 好像被逼的 有時候有一些比較稍微有點 服務生稍微可能沒那麼仔細 或者有的時候 腦筋沒那麼靈光 對 然後妳一直 就是跟他在那邊 好像沒有辦法 在同一個頻率的時候 真的也是 也會很辛苦 不故意 妳不是故意要變成奧客的嗎 我們就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看業實在太難做了 所以我今年就做了這個媒體保養 然後說妳沒發現媒體保養 也不好做喔 不同的 不同的 你們有付安靜單嗎 沒有 沒有 那就不適合 你現在可以計算嗎 我剛剛有注意 可以帶寵物嗎 八分鐘 有屏風嗎 剛剛有做很多筆記 都準備好了 應付各個 OK 但是之前就有發生過 因為那時候有很多的朋友 都有去捧場 對 所以有一次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就是你們的員工有個小狀況 還是想要提醒你 我想說 我們員工有狀況 我居然不知道 他就說因為那天 他結束整個課程之後他要離開 然後我們的員工都說 不好意思 那可以請你幫我們 就是做個評分嗎 就有點太積極 然後當時因為我朋友 就是趕著離開 就說好 那我離開的時候 有空再幫你寫 然後我那員工就說 可以現在嗎 然後就跟你說 我趕時間 對 然後 我當下聽到就覺得 天啊 這員工這樣 真的是在白目 因為已經客人都說他趕時間了 所以應該就是說 好 沒關係 就是要讓客人離開 但他這樣其實是有點太過積極 所以我的朋友 就當下覺得有點 不是很舒服 可是他還是趕快 幫他做完甜品 離開 然後他後來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 如果他對我朋友都這樣了 可能他對客人 一定也是這麼地積極 所以我就很 那他這麼積極 應該有原因的吧 因為我們如果評分夠高的話 一定會給員工獎勵 對 那因為他那時候剛來 所以他很積極的 他很怕客人一走 就忘了幫他舔了 對 因為畢竟他是新來的員工 所以他太積極 所以這件事情 後來就是有教育員工說 我們是以客人為重點 所以要客人舒服為主 對 所以就後來 那又沒有這個問題 那這樣也不行 那妳這樣子永遠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就換別的方式 換別的方式 對 所以都是一種磨練 對 接下來這一部分就是 服務金句要來了 對 就是要 最後要把這一句拿出來 看你又多能忍 我是很平衡 對 然後我就有一次 就看到有一個富人 就是因為超商都得排隊 對 在超商 那個富人他就 認到他了 然後他就 他就把他的集點卡 滿滿的這樣子 集點卡 把保養品換給我吧 他說不好意思 小姐我們這個活動已經過了 我們現在就只能換其他的 那個什麼公仔 那種小車子 對 他說你怎麼可以把這個活動 給終止掉 又不是他終止的 對啊 對 那是全省聯手終止 好不容易 騎滿了這些點數 你跟我講說活動終止 你知道他那個火 已經燒上來了 我不管 我就是要保養品 對 你懂嗎 他說不是 小姐 我們是 我們那個已經過了 我們換另外一個 然後你怎麼沒有 傳簡訊給我 你說 誰為你 這個無聊傳簡訊給你 講說你的點數已經到了 你要不要再玩 而且他不會有客人的資料 對啊 你們沒有告訴我 所以我不知道 你們必須得要換 保養品給我 所以你要想像他的心情 他真的好不容易集滿 是沒錯 那集之前要先看一下 活動時間 就是沒注意 然後而且他每次買東西 他說我每次過來買東西 我都看我買得夠不夠 會有幾點 可以拿 他很用心 沒錯 我每次一千塊進來 出去只剩十塊 你們東西又貴又不好吃 你現在到底要不要 換給我 保養品 可是萬一他為難那個店員 店員伸不出來 要不然我去裡面看好了 再看一找一下 然後他去倉庫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在安撫他 他就在那邊 我要我的保養品 我給我的保養品 好可怕 這順利 然後我們在後面排隊的人 我們本來 這時候應該不敢搭話 眼神跟他對到的 然後我就 這樣 助女換到 我們就是 助女換到 然後櫃台的那個服務員 他就出來 他就這樣盯著他 你知道嗎 好可怕 人家也是人生父母養的 幹嘛這樣 你知道那個大學生他是 小姐 我這 就真的就沒有了 好啦 那店長也來了 一看他大概就知道 這個情緒大概是怎樣 他說 你先不要升級 我知道你這幾點 非常不容易 我不想聽你講那麼多 你就把保養品 好 我今天剛好就有帶一個新的 那店長 怎麼真的出來 可是那個保養品 不是他要的顏色 怎麼辦呢 他說要不如這樣 你確定你要報警 拿 拿好可惜喔 所以就走了 就走了 就走了 不是啊 店長 那個保養品換下去 就還要再多加一九九不是嗎 對喔 然後他才去 再去把它拉回來了 還敢再跟他要一九九 那個 對 那個一九九的這部分 我就不收了 他就我就不收了 那希望你還可以繼續 來我們店裡這樣 我心裡想說 這太能忍了 這是我 第一個我就反手拍了 我什麼 真的 對不對 好可怕喔 反手拍自己嗎 對折之類的 上次我也有看到有一個那個新聞影片就是 那個也是在超商 然後那個客人也是 反正是一直搞不定 後來還打人家巴掌 真的好壞 打巴掌還拿椅摔 那種都有 對 那很可怕 好可怕喔 但有時候會不會是就是 客人其實是好意 那這個好意是不是 反而造成店家的壓力 對 因為其實我們開店 一定要做好這個敦親目的這個工作 但是我就發現可能鄰居又太喜歡我們 所以因為相處得太好 然後我們之前就有那種 太熱情的鄰居 他幾乎每... 就一到五幾乎每天都會來我們店 然後在那邊巡店 然後會幫我們熱情的跟客人推薦 可是有時候客人只是留在那邊 在看要點什麼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離這麼近喔 就這樣 這麼近 就在臉旁邊這樣 這樣客人我也覺得很恐怖 我覺得 劉淑之眼客人很像耶 好可怕 他是不是只有上半身 我覺得服務還不錯 所以他就一直離客人這麼近 其實客人都有點害怕 所以就每一點都離開了 那其實這樣已經很久了 我們中間有勸導過兩三次 就說姊姊 你這樣會讓客人 不就不好意思點餐 他就覺得說我是好心 然後這樣子已經持續兩三個月 我們真的覺得 真的會影響到客人的感覺 當然喔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點嚴厲的 就是請她不要這樣子 然後那個大姐姐後來就不開心 就 真的喔 對 但我們覺得這真的太兩難 因為它真的會影響到我們 對啊 因為如果有影響到其他客人的話 店家還是必須得出面 就是處理一下 就有一好沒兩好 對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 就是也讓服務業就頭很痛的 就是有的時候 會辦一些促銷的優惠價格 那像比如說我們的民宿 其實也滿常推出不同月份 會有不同的價格 然後去服務不同的客人 當然 可是客人也會一直講說 我們真的很喜歡你們的民宿 我們想要去住很久了 那可不可以A加B加C 這個優惠方案全部一起使用 然後我們說不好意思 真的沒辦法 然後客人就會一直打電話 回來講說真的沒辦法嗎 你們都不能跟老闆喬一下嗎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說 這三個方案共用的話 那我還要倒貼你兩千塊 再請你來住 這是有點不合理的 你知道嗎 真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有點為難 就是很希望能夠滿足大家 所以推出體驗價或是優惠價 是不是會有點快喔 我們的18館就有那種體驗價 那體驗價通常會是我們買那種 譬如說三萬或五萬卡的那種 客人的折數 就是有一個體驗價很甜的 那通常 因為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會買卡 所以就有客人會來體驗 然後體驗的時候都好喜歡喔 稱讚 然後很棒 很舒服 然後覺得自己很像Baby被照顧 照顧完了就說 我下次還要來 我們就 然後那妹妹都很開心 然後那美容室就是很開心 然後我們就開始跟她推銷方案 對 可是那個方案就是說 譬如說妳儲值一萬 三萬 五萬 會有不同的送的東西 不同的折扣 對 一定是這樣 當然啦 她就說不行 我不能買卡 我不能買方案 她說妳這樣對我的話 我就會再找別的朋友來體驗 然後那美容室就... 然後就在櫃檯 越來越...就是口... 就是火氣越來越大 對 就本來是好喜歡 然後開始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行 然後就開始生氣 甚至穿個浴袍就要生氣 她就那我先去梳洗 然後我們就好油 然後她就想說 就是先想說讓她可以想想看 冷靜一下 然後她就去洗碗澡出來 就是砰砰砰就生氣 就自己走掉了 然後走掉之後 因為我們那時候大家都很忙 然後後來就被下一個客人客訴 就是去淋浴間的客人客訴 想說什麼事情 後來我們大家進去看 因為我們都有分 譬如說一次性的拖鞋 浴袍 然後毛巾 還有我們做美婦 都會有那種丁字褲 對 都會有不同的樓子 去丟這些東西 沒有 她就是亂丟一通之外 然後就是淋浴間裡面的 這個滿危險的 其實是滿危險的 因為再進去的客人 是會滑倒 因為她有滴到地上 因為她是那個很稠的 所以她就是氣到在裡面 瞎搞就對了 就不知道她在淋浴間裡 怎麼了 然後最恐怖的是 她就是把 她的 我們那種媒體的丁字褲 她就是直接放在台子上 而且還有疑似就是有一些 月經的痕跡這樣子 然後我們又進去了 然後下一個進去的客人 就嚇死了 因為 當然啦 下一個客人 想說這發生什麼事啊 對 兇漫縣 對 然後就先出來 客訴出來 然後妹妹們 然後我們就全部進去 再開始就是摸摸鼻子 因為妳沒有辦法 對她做任何事 沒有辦法 對 所以就是摸摸鼻子 把它趕快整理幹 然後還要先跟下一個客人 就大道歉 對 要不然我們就來問律師 就是說 如果是真的有這種 私人的情緒 然後把這種恩怨 加注在店家 是有可能是可以被告的 對啊 因為其實 實務上有一個 其實現在 從我國小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就是方法進步了 都會有個惡作劇 真的 就是譬如說 假設喪民 假設喪民所有同事 那我就想說要惡搞喪民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我就會用 因為現在網路訂餐系統 不是都很發達嗎 店家有時候 自己會做一套系統 其實你就輸入 你要訂的餐點 跟那個地址 電話 那些你輸入進去之後 有一些還比較好一點 就是給你獲到付款這樣子 就是那個 然後他就想說 那我就想說 這個喪民太帥了 我很嫉妒他 女同事都只是跟他講話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我就用那個劉喪民的名字 我就跑到那個訂餐系 就是那個店家 某個訂餐系統去輸入 劉喪民訂 譬如說三十份雞排 對 然後還指定 就是送到說 譬如說那個什麼 什麼某某公園 譬如說大安森林公園的中間 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辦活動 還要說辦活動需要 可以這樣喔 對 然後結果他就送過去 奇怪 原本以為會有活動 也沒有 現場根本沒有人 所以就覺得 就是好像就是被惡作禁 因為就是 他就馬上打上民電話 他就上民接到說 喂 劉先生 你訂了三十份雞排 然後他說 三十份雞排 是什麼東西 他就完全不知道 就完全狀況 完全說我沒有訂這個東西 然後說你不是有 留什麼電話什麼 結果後來才知道就是說 是這個 因為後來店家就不甘損失嘛 因為你這樣子 玩我就去報警 然後後來警察就去 因為那個我們登錄會有IP 對 有IP位置 找到說 這個原來是他的公司的同事 那其實大家不知道說 因為大家都覺得 這好像惡作巨猛 我就賠賠店家錢就算了 可是其實大家不知道說 如果我今天冒用 譬如說上民的名義 我今天輸入那個訂餐系統 其實跟我們線上訂票 或是訂什麼東西是一樣的 這個也是法律上的一種種文書 就是說這其實會構成我們 所謂的 好嚴重喔 因為其實衛造文書罪 最重是可以判五年 它是五年以下 而且它是刑事嗎 對 它是刑法 對 它比那個什麼 間接回損財權或財產權 所以不要以為你的惡作巨 可以弄到你不開心的人 對 尤其是你冒用別人的名義 去訂餐 去做什麼樣的 那對店家咧 其實會構成就是那個 所謂的 損害財產 因為你騙我 所以那三十份雞排 它要買單要付款 對 要買單要付款 這民視的賠償 那刑事的部分是 也是有可能會構成 所以這個都追溯得到 那個訂單的源頭 對 就是如果它 用那個IP去查的話 所以現在是找得到的喔 大家不要以為在網路上 網路無國界 你不用負責任的 真的 好 那其實有一種狀況 我覺得服務業也滿心酸的 就是你知道有很多地方 大家為了客人的安全 可能會裝監視器 但是有一些地方 真的不能裝監視器 比如說廁所 可是你有想像說有人 他去借廁所 他是明明有馬桶 你要把那個屎 搭在地上的嗎 為什麼 對 那個屎道 太不會瞭準了 我常常有去一些 就是公共廁所 都一直有納悶這件事情 就是說 對 是大家構造有這麼不一樣嗎 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大一個洞 然後還對不準 對啊 為什麼 就是有一個超商的店員 然後他就是有一個客人來 那這個客人來了之後 就是跟超商說 可不可以借廁所 那因為我們現在知道說 超商現在都變得很方便 所以也是有些 有提供廁所的服務 但是這一間店 它是沒有廁所 可是這個客人就說 我很急嘛 那就讓他去上廁所 可是廁所其實 他沒有任何監視器的畫面 對 就是他就是一個轉角 看到他進去 然後他出來 頂多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話說回來就是 這個客人走了以後 服務生他也不是客人 一走他馬上去清廁所 當然 而是就是 已經來來回不知道多少客人了 但是就是沒有客人 跟我借廁所 就是只有他而已 對啊 但是就是因為 你知道嗎 所以你也沒辦法有證據 就是他 因為他可以說 我去上的時候 裡面就一坨屎啦 所以等於是說 第一次呢 我DNA建立 對 採驗 太難用了 所以說 這個店員呢 他是事後 就是自己要去上廁所 才發現說 怎麼這邊會有一坨屎 難道是這個客人嗎 可是問題我沒有證據 那就罷了 自己也就捏著鼻子 把它清掉 好噁喔 我的天啊 好可憐喔 居然過了兩三天又來了 這個人不就是 那天去廁所的人嗎 對 屎人 所以他呢 又在跟這個服務生說 我肚子痛 可不可以跟你借廁所 這時候就不借 這個服務生就開始雷達升起來 那你這次要瞄準喔 就是有murmur了一句 然後這個客人說 你說什麼 沒事 就是我們的馬桶 是坐式的 不是蹲式的 所以你要坐在上面上廁所 那進去他出來之後 就走了嘛 這個店員 他一要轉頭走 立馬趕快衝進去看廁所 因為上次沒有監視器畫面 對 就發現 就一坨子在地上了 他到底要是公平耶 他媽還通知人說 你不要走 他就跟這個客人說 你為什麼可以大便 搭在地上 明明馬桶可以你坐 你不坐 對 你知道這個客人怎麼回答他嗎 我就是瞄不準啊 而且我有消費耶 消費怎麼樣 你是來消費上廁所嗎 對啊 所以這個店員就把照片 PO出來 當然他的屎有馬賽克 就請大家評評理說 有這樣的客人 那這只能叫大家評評理嗎 我們沒有辦法保障那個 一定的店家嗎 下次不能 就是不讓他來了嗎 劉律師 你說出話啊 我是說店家 有沒有權益可以伸張 如果今天遇到狀況 真的要跟客人去主張的話 你因此而去付出的 這個清掃的費用 工時等等 這都會跟客人主張的 所謂損害賠償的一個範圍 所以是可以的 對 但是我們以客為尊 所以通常很多的店家 都主張 通常就是 摸那些鼻子 但是那個一直來的 對啊 而且他還講說 我有消費耶 有一個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現在 有些人都很大片 大負責症 我出去了 大家都應該要認識我才對 我想說我每次遇到那種 我是誰 你不知道 我就想問他說 你自己是誰 你自己都不知道 我找不到是什麼 事實證 事實證 然後整個事實證 要不要幫你報警 對啊 你不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 就是說他們這種是這樣 我們俗稱 他們在外面就是用臉買單 那結果說就是有一個是 那種政商名流的二代 一個千金 然後他就去外面消費的時候 就是他都比較高調 那所以說很多很多會認識他 然後去精品店的話 他就說什麼東西要 他要試穿什麼都是很高調的狀況 對 然後到最後他就去看到一個 珠寶店 他看到一個很大顆的鑽石 三十顆 然後鑽石 包含他的借台 這整個總共要四五百萬 但他就帶著 是很喜歡這樣 看了就很喜歡 可是借尾不符合 借尾 要改小一點 有點太大 要改小這樣 但是那是因為是精品 所以說他要送回去 法國的巴黎 回去專門改一個借尾 那他們有一個客製化的服務 就是說 好 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購買我的這個 戒指的話 可以在上面刻你 專屬你想要的名字 或者說你專屬想要的一個提示 但是呢 這是貼心的專屬服務 這些服務有一個SOP 這SOP就是說 當然啊 對啊 你錢沒付 我拿回去給你鑽 然後變成你自己的借尾 那萬一你沒有回來怎麼辦 而且像他們這種鑽 不是在台灣自己可以鑽 可能要送回原廠 或者是送到國外區 對 它要專屬的師傅 才能夠鑽 但是那個大小姐就抓起來了 怎麼可能我會不付錢 那我為什麼還要我先付錢 我覺得人都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 他想要跟人家不一樣 就凸顯自己的優越感 其實他大家都一樣 大家就是把錢付出來 就好了 所以他就把經理叫出來 然後把 甚至把那個 總代理也叫出來 因為鬧得很大 因為四五百萬 怎麼可能 因為他金額很大 很高 所以說他有一個權限 到時候那個副總就說 好啦 那個沒有問題啦 那就是你開心就好 我們就是先送到那個 法國那邊 然後回去做這個改介圍 還有就是刻字 然後再送回來 再結帳就好了 結果隔了一個多月 那個戒指送回來了 我們這個大小姐 身上就壞了 他說沒有啊 通名字耶 怎麼不守信用啊 我就是大小姐 大小姐需要跟你守信用嗎 需要啊 認我這張臉 就認我這張臉 所以說到最後 那個店家就因為這樣子 他把這個所謂的損失 都把它吞下去 真的吞了 是誰 真的很過分耶 我覺得反而是名人 更不應該這樣子啊 你看這樣其實大家都打拚得到的耶 沒錯 其實大家其實要出外旅遊啊 或者是去餐廳用餐等等的 要對相關的這些服務人員 多一些的體諒 多一些的尊重 當然基本自己的權益 還是應該要保有的 當然 所以店家該提供的服務 該給你的這個水準 也不能落差太大 對 我覺得就是互相尊重 你才能接下來可以得到 更好的服務啊 沒錯 所以大家就要互相多多體諒 這樣才會一切都 平安和愛 OK 沒有 好棒的結束 好 服務業繼續加油 好嗎 好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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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